高雄市劳工局这一次也特别创立庇护礼盒,让大众都能够选购做公益 高雄市劳工局于去年成功办理一卖活动,今年坑扩大规模,并正式贩售劳工局首双庇护礼盒 以鼓励团体选购礼盒,为公益活动处以奋力 高雄市劳工局局长李焕勋也向民众说明此次活动目的,并介绍庇护礼盒 我们总有设了22个摊位,那么有差不多300多人来共同参加 那么我们预计是最少能够达到200万以上,那么能够协助这些实践的朋友来改善他们的价值 事实上来讲,这个实践工厂,他们这个产品都是蛮稳定的 不过我们今天是特别说,设计说,把实践工厂的产品是一个综合性的礼盒来做一个推销 那么分成两种,一种是,算是9个装的,是660元,一个是4个装饰,330元 那么把这个就是各个这个披护工厂的特色,全部融入在一个综合性的礼盒当中 那么它礼盒的这个封面也是,请一些比较身上旁边的设计专家来做一个完美的展现 劳工局表示,高雄市目前已有10家庇护工厂,有许多商品的贩售 同时庇护工厂也提供167个就业机会,让身上朋友们能实现自我价值 李欢讯更说道,优先选购庇护商品,是对身上朋友们最大的鼓励 也对庇护工厂的营运有着莫大的帮助 十方新闻言人带来简约令高雄采访不到